廟上頭以七者 莊敬自強 反共抗惡等八個大字 村民議論 要是金方所為 雖不滿 也莫可奈何 戴光宇士官長站在村子路口 得意看著 林光華怂怂兼樂滋滋 趁士官長高興之餘拍拍一邊的班兵 一起望向士官長 戴光宇微笑點頭 正是播種的季節 村民議論一陣 都走往村外 林光華打烟請戴光宇跟士兵抽 一條黃牛在田梗吃草 馬雀落在牛背 琢磨一陣 旋即飞走 林光華瞧著左右无人 念頭敷转 問士官長記不記得田丹是怎麼復國的 戴光宇郎說 就無望在己啊 還有火牛陣 林光華節節地說 士官長想不想看火牛呢 說把眼睛一死 震見眼前一條黃牛 戴光宇一聽 亞裔的演出者都要掉下來了 知疑脫塞 哪不聞主意 林光華讓士兵回營區拿柴油 林光華嘿嘿地說 等油到了 連上牛的尾巴再畫根火柴 牛不就火辣辣地跑起來 戴光宇知道一頭火牛耐不可幾顆子彈 更別說炮彈了 但是卻無法阻止腦裡的想像 他接著想 火牛火辣辣跑起來 跑過山 跑過海 直直殺進中共營區 這一來不就反共復國了 戴光宇想到熱視 直起身 來來回回走 一會兒看著來路 埋怨士兵拿油 怎麼還不回來 一會兒看看牛 擔心牛給跑了 就在蔣經國離去的第二天 早晨5點20分 海面沉滿霞光 剛開始是輕薄的一片 淡淡地印在海面 光磁系變強 海退陰域 盛紅的光打在海面 如同日出的主戰場 霞光從海面變長 拉遠 半個天空都是朝霞 近處的海霧開始騷動 緩緩飄離海面 近處的雲像依著海平線 地平面 安靜地 彷彿留在現場 太陽像薄薄的指甲片 輕輕彈一下風 晒一下雲 然後就像女人的上下的嘴唇 抹了口紅 抿了抿嘴 一放生 天就全亮了 張征服想 只差一天 蔣經國就能看見日出 張征服的一天 在黑暗中結束 也從黑暗中開始 九點多 尚未宵禁 張征服已先就寝 若天晴 九點多的夜空已經夠暗 夠黑 星星能高掛 仍有一個神秘的物事 躲在天表在過去一點的地方 張征服無從揣測 無從觀測 若天陰 黑蟲讓人憂鬱 仿佛一張蒼蠅紙 一沾澡就被消化殆盡 若是雨天 戶外似乎沒有那麼黑 卻濕氣瀰漫 有時候睡到前是晴天 醒來後卻細衣紛紛 或者滿天陰霾 有時候反過來 聽著雨滴滴答落在屋簷 搭理好隔天要穿的雨衣 一覺醒來卻晴空如洗 雨後天晴 空氣中滿部舒滿 舒醒的氣味 如果是在春天 這股氣息更顯榮譽 意欺甜蜜的花生仁 高粱子正抽新芽 泥塊覆蓋 心芽碰觸 徐徐推移 或萬聲繞行 而這是一個十萬株或百萬株新描的合唱 以氣味描繪他們依然霧媚的生命 若在早晨 天黃黑 猛風坐 急已落 這時 張真福就躲在屋簷下 天 再無放晴的可能 張真福卻沒放棄 他依稀記得蔣經國看日出後的第二天 那一個揮紅的日出 就在意外中偏偏來臨